系指的恒科地区从消防队旁边的小巷子进去 有一处小南港山步道沿途风景相当不错 只是很多人都不知道路口在哪边 步道该怎么走 23号这天早上 市议员廖正良他就邀请了各相关单位人员现场会刊 也决议将会失作指标导览牌 来方便指引民众登山 就从恒科路一二一向进来的不远处 往右边看去其实就是通往小南港山步道的路口 只是周边都没有什么指示牌 又在巷子里很多人都不知道 121向的往这边走是小南港山步道 那之前很多的乡亲包括南港 恒科一带的民众都到这边来践行登山 那这边都没有指引的方向 他们只要登山的时候都没有目标 所以说他们建议到我们付出建议 就我们设置一个导音的方向 他们要来登山的时候集合的地点 能够有一个指引的方向 在接获成情后 议员廖正良就邀请市府公所等相关单位人员现场会刊 因为这里的步道做得不错 环境也都有在维护 休闲散步很不错 所以会看也要求在入口处施坐指标 还没升格之前公所施坐的 那这步道也做得非常的漂亮 每一个阶梯的高低都做得非常的标准 那所以说这条他们希望做个这个 以后的围观 我们请公安局跟公所来做一个导音指标 请他们以后要来这边建行登山的时候 有一个目标 让他们方向能够指引 小南港山是靠近横柯跟南港的一个小山 可是也有很多民众都在使用 那经由那个民众的反应 那我们也跟廖言到现场就会看 那最后看到是有一个指示的导览牌 已经有一点坏掉 那我们会重新再制作 大概最近 大概下个礼拜左右就可以完成 接下来公所也将在小南港山步道旁 施坐指标营道 预计下个星期就可以完成 记者程慧玲系纸采采放报道